好了,我们现在继续讲,圣灵充满诊愿,应用在十分钟。 现在讲到,如何为人按手祷告带来,来建立灵命。 这个,一方面是有圣经的教导,另外一方面是为人祷告的时候,灵命更新。 小孩子也可以的,小孩子其实当他们愿意的时候,都可以建立圣灵的。 首先,第一,解释神的美善,我们投入爱慕神,神必定喜悦。 就是让他们知道,神很爱你的,神靠住你的,你听见神,神必定喜悦。 老师说,他已经传给你们的这个,所以不用抄,但你可以写,你想写的,我说的话,但这个内容已经有的,就不用抄了。 第二,教导他整个心灵,灵,语魂,思想,依据感情,我已经解释过几次,这句思想,完全认同神是最好的。 依据全新的,跟从神,有感情的。 神这么好,我真的很喜欢神,神喜悦我们,我们也喜欢神,和整个灵从心灵的深处发出来,去爱慕神。 我很多时候形容祷告是爱慕神,有些人祷告是祈求神,祈求没有问题,但如果当时思想着祈求的话,这个当时祈求一些他想要的东西的话,他就比较难,更经历神的。 但爱慕神就是很爱神,看重神,也可慕神。 圣经里面都不同地方受到渴慕,这个乳露,渴慕细水,大卫正要在旷野,无水之地,怎样渴慕神,他也渴慕住在神的殿中,占染神的荣耀,向他求问。 就是这种,神啊,我很渴慕你,你是我的生命。 很多人祷告是这样的,神啊,我需要什么?或者是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是好的。 但你赞美主的时候,同学,神啊,你这么美好,我很渴慕你来到我身上,很渴慕你更新我生命。 但在很多教会很少讲到这种可恶,对神的喜悦,以致我们会很喜欢神临到我们身上,神可以临到祝福我们的,提升我们的灵魂的,这个可恶。 同时,也是相信神很喜悦,我们亲近祂,我们就可以开心了,神喜悦了,哈利路亚。 我们越相信神喜悦,我们就越容易开心了。 然后第三,用简单爱慕神的祷告,也深信神在喜悦,不要用长的事物,事物性的祷告,也可以用爱慕神的诗歌。 就是简单的,主耶稣爱我,或者是,耶稣我爱你,或者是,用任何的音乐,你懂得的音乐,耶稣,哈利路亚,耶稣爱我,任何的音调, 你可以想到,或者是,用一些已经有的音乐,也可以这样。 其实,你做惯了,你不用音乐,不用长的祷告,都马上可以经历神的,在里面。 神的耶稣,马上就,神的灵就降下来,你做惯了,你就随时有力量,你的灵魂就提升,为人祷告,人就经历神的。 你,祷告,你都经历轻松,因为你们本身是轻松的人,所以现在,要了轻松。 起初的时候,你经历,这个感动啊,好像忧伤,释放啊,因为已经释放了,所以现在,不是每一次都哭了,现在就平安了。 起初的时候,有忧伤,释放出来,然后,继续去,这是平稳,安静,很平稳,安静的。 你有没有发觉,这是,爱慕神就平稳,安静。 然后,祷告之后,帮助他,亲近神了,也可以用诗歌,然后祷告之后,问他,心灵和身体有没有,什么经历和感受。 为什么,问经历的,因为有些人说,你继续追求感觉,为什么有我们经历的? 因为圣经里面说,可以经历神的,神的灵将神的,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是经历神。 耶稣将平安赐给我们,是经历神,一好伤心的人,是经历神。 我们曾经有一张,这个slide,这个幻灯片,是讲到,我们可以经历神不同的工作的,这个经历平安,爱,心灵的意志,神继续持续,身体舒服,安睡,能力,都是神是可以经历的。 我就,所以说经历神没有问题,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在圣经看到,人经历神就改变。 例如,这个格拉圣的,委父的人,耶稣为他赶了邪灵之后,他就要跟随耶稣,然后耶稣说,你去你的家乡,去告诉人神为你做什么。 他就走遍那个地方,他的生命就改变了,这个,两个沙子在路上,求耶稣依据他,然后两个就荣耀神了,这个,在圣殿里面,彼得依据这个雪腿的人,然后他就跳跃,扎美足了,这就是生命的改变,就是经历神可以改变人的生命。 所以我们问他有没有什么经历,有什么,但经历的一部分是感受,平安去感受,但我们问经历,有些人问,为什么问人有没有经历? 我们就说,神的同在可以带来平安,爱,安息,依据安慰,这是圣经说的,你要早早保得神的慈爱。 这是让我们保得你常常主的智慰,就知道祂是美善。 这些经文都讲到是可以经历神的。 就问他有没有,有些时候他们知道什么经历,你就问他有没有平安啊,清神啊,安慰啊,喜乐啊,能力啊,身体舒服啊,如果有的话,就告诉他这是神同在带来的。 有些人就很忧伤的话,有邪灵都很明显的,很明显的经历。 然后在祷告的时候,留意对方有没有身体摇动。 就告诉他,这是神同在带来强烈的存在,叫他可以存在强烈,可以叫人跌倒。 不太强烈的时候,人会摇动。 约翰启示录,一章十七节,见到耶稣就扑倒,原文是跌倒。 扫罗在启示录行传,九章上帖,他见到耶稣的荣光,他就扑倒在地上。 都是圣经里面的经文,神的能力会影响人。 其实有其他经文的,但你述十章,但你见到这个医生就不能站立。 历代句下五章,有讲到一百二十个世纪不能站立攻击。 这次都是讲到,在神的同在,人不能挡得住神的能力,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也影响我们的身体的。 然后第六,鼓励他自己在家中多处理生命,种个人的问题,尊重神,用长时间爱慕神。 鼓励他伟胜赐封神,现在去讲到怎样建立人的灵命。 你这样经历,对你很有帮助,你这样也可以帮助人的。 鼓励他去伟胜赐封神,你可以传福音的为人按照祷告, 有些人会经历神的同在,可以得一句的安慰。 当人经历神的一句安慰的时候,信耶稣更容易的。 有忧伤的人安慰,更容易信耶稣的。 传福音和建立人的灵命。 他就可以在适当的时候,问别人愿不愿意接受按手祷告。 例如有人,身体不舒服,你想不想我为你按手祷告祝福你啊? 或者就是说,祷告如果是同性的话,女性比较容易的。 你见到一个另外一个女性,她的不舒服,你就问她,你想不想我为你祷告。 你不用说按手,你说祷告,然后你抓住她的手。 你没有告诉她是按手,你就是抓住她的手。 然后你为她祷告,她就可能很感动,或者是很安慰。 你就告诉她,你可以问一问她,当你看到她很感动,你也不用问了。 你就说,刚才你是不是经历很大的安慰啊,或者是忧伤。 通常哭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感动,神的爱感动。 另外一个是,她的重大烦恼走出来,她的伤害显出来。 因为她想到她的手伤害,所以她就哭出来了,得到安慰。 通常,如果是忧伤,所以哭的话,这个是释放她的忧伤。 然后,慢慢她会经历爱,是非常奇妙的。 这个,因为很多人在世界上很少经历爱。 在世界上有多少人爱你呢?我问你。 你现在有多少人爱你呢? 很多人在世界上经历是什么呢? 都需要被人骂了,吵架了,要做很多事情了。 所以,在圣灵中很少经历爱。 那你说,耶稣的爱可以来到你身上。 我以,我经历圣灵的教会,当时我们很多神迹其事。 因为,我为每一个教友,每一个星期,为不同人祷告,他们都经历圣灵。 然后,很多见证,很多人的意志啊,安慰啊,灵灵更新啊。 就是,当我经历这个步道教会,我安守之后。 我就,其实有一个教友,我以为要等很长的时间,才能为人祷告,为人安守祷告。 但,当时有一个人,请我为他感谢灵。 我就,我说,我没有这个经验啊。 我从来没有为人感谢灵啊。 我说,为什么你觉得你有谢灵啊? 他说,我进入这个聚会,马上很不舒服。 出来就没有问题。 因为他家中有很多偶像。 他的家中有很多偶像。 所以,他进入这个聚会,就很不舒服。 然后,他就,他知道他里面有些邪灵在找咬他。 然后,他回来就请我为他祷告。 有另外一个姐妹,在这个聚会尽力,愿为他感谢灵。 他就告诉我整个座。 然后,我就为这个有需要的姐妹祷告。 祷告的时候,他就觉得,有些东西离开他的手,离开他的脚。 然后,我同时为当时有一些其他的弟兄姐妹在场, 我为他们祷告。 他们也说,感受能力。 我就说,我以为要祷告很长的时间才能,才能够有这个能力。 但不知道就是几天之后就有这个能力。 我就开始为人祷告了。 曾经有几次,这些教友,以前我们一起祷告都没有什么反应的。 有教友,铺了一个小时。 我后来问他,为什么铺这么长的时间? 他说,我以前有的忧伤,伤害,打钢手就好像就走出来了。 所以,他们就分享了,哇,这个经历很奇妙。 我有一次,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聚会,见到一个传导人,我认识的。 然后,他和另外一个传导人沟通。 这个另外的传导人,我不认识的。 另外的传导人说,他有一个教友,家中带了一个偶像回来, 他就开始常常被鬼附,常常见到邪灵。 然后,他们带他去医院,但医院不能帮助他。 然后,他们两个讨论,要找一个出名的牧师去赶邪灵。 当时我在场,我就说,你要找这个牧师,你要等很长的时间, 我今天可以跟你去,我就去为他祷告。 当时他是非常失控的,有其他姐妹为这个人祷告, 他完全就失控。 然后,我为他祷告之后,他就平静了。 然后,当天,这个牧师打电话给我, 他说,医生来检查他,他现在没有问题了。 本来,他说明天要去精神病院,但现在他没有问题了, 所以可以回家了。 这个就是,我一次在医院赶邪灵的情况。 然后,当时同学,这里,他的朋友在那里。 我就说,你们想不想我为你们祷告? 他们都愿意,然后我为他们祷告。 其中有一个,我祷告两三分钟之后, 他就开始寒洗了。 当时我是在医院,我们是在医院, 很多人走过的地方,他就好像忘记这个是什么地方, 他就大声地笑,很开心地笑, 然后笑了五分钟之后,他就开始哭了。 他哭了很长的时间,哭完之后又笑了。 为什么呢? 后来问他,因为他以前很多伤害。 圣灵临到他,他起初经历喜乐, 后来就是忧伤走出来。 这个是起初我经历圣灵的时候, 这些不同的经历。 因为我知道这个能力真的很真实。 然后我们有一个教友, 他的妈妈快要死了。 这个妈妈有四个问题。 她有肾晒节, 心状病, 糖尿病, 中风, 都是很严重的。 现在, 她最严重的是肾晒节。 医生说, 她的身体太多问题了, 不适合洗肾。 所以, 就允许她这样慢慢离开了。 离开之前会很痛苦的, 因为这个尿毒在身体里面很不舒服的。 但她说可以用这个 马飞, 是不是? 马飞。 然后这个女儿在教堂, 这个女儿已经是成年人, 她说你可不可以为我的妈妈祷告, 她现在有这个严重的病。 我就去为她祷告, 为她祷告, 按手祷告, 我就问她, 你有没有什么经历啊? 她说, 很舒服啊。 我说耶稣这么祝福你, 你愿不愿意信耶稣啊? 她说不愿意。 我为什么? 因为她说, 我拜了偶像, 拜了观音, 很多年了, 我不能信耶稣的。 我有几天都去叹她, 每一次都是这样的, 祷告都是很舒服, 但我每一次叹她, 都为她所有的家人祷告, 他们都经历圣灵, 都带领他们信主。 唯独她没有信主。 然后我后来没有时间去叹访。 过了半年, 有一天她的女儿突然找我, 她说, 我的妈妈今天找你。 我说, 为什么? 她说, 为什么耶稣今天没有来? 这个非常奇怪, 我已经半年没有去了。 但好像神感动她, 她就, 为什么今天, 耶稣没有来? 她就好像前几天我有来, 现在没有来, 但其实我是半年没有来, 我觉得是神提醒她, 要找用戏。 我去到她那里, 我为她按手祷告, 我问她, 有没有什么经历, 她说很舒服, 我就问她, 万一有没有这样帮助你? 她说没有。 我问她, 佛有没有这样帮助你? 她说没有。 我就问她, 你要真的神还是假的神? 她说我要真的神, 那你愿不愿意信耶稣, 她愿意。 然后我就解释救恩, 然后带领她, 信主, 然后受洗, 她愿意受洗。 然后我看到偶像, 我说, 你信耶稣, 你就不要拜这些假神了, 你要不要我拆下来? 她说愿意。 然后她的女儿说, 现在她见到她的儿女和圣子们, 都常常对他们说, 你们要信耶稣啊, 耶稣很好的, 耶稣很好的, 完全的改变。 然后有一天晚上, 这个女儿看到她的母亲在半夜, 突然张开眼睛, 看着天花吧, 从一边看到另外一边, 一边看, 一边笑。 她的女儿很开心, 因为她大半年都没有笑, 因为她有病在身, 很痛苦啊, 但现在她笑, 她的女儿觉得她去看到, 天堂, 或者是天使, 或者是耶稣, 所以他们整个家庭非常的开心。 我告诉你, 我就是经历很多这些, 很奇妙的经历, 我希望你们都相信, 神是很真实的, 我们多亲近神, 不要以为就是, 啊, 很舒服啊, 很平安啊, 很摇动啊, 因为我们祷告去, 是像真神祷告, 所以来到你身上是神, 当神来到你身上, 你就会带着能力去祝福人, 你们, 可能你们有些教会, 不允许你太公开的按手祷告, 有两个情况你可以做的, 一个情况是小孩子, 你拉着他的手, 啊, 你拉着手, 主耶稣爱我, 主耶稣爱我, 然后你祷告, 耶稣喜爱小孩子, 耶稣很爱你的, 耶稣要祝福你的, 然后你祷告, 我来问他, 你祷告觉得怎么样, 他说, 很平安, 很舒服啊, 或者是你问他, 有没有觉得平安啊, 他说有平安, 你就告诉他, 耶稣就是来祝福你啊, 你祷告多祷告, 耶稣就更多祝福你, 你想不想啊, 这个是第一种方法, 第二, 就是有些人忧伤啊, 或者是有病啊, 你就走过去, 啊, 我为你祷告好不好, 你就, 不需要问他按手, 你不需要说按手, 你抓住他的手, 你就为他祷告, 然后, 你留意他的情况, 其实你会感受的, 如果人是开放圣灵, 你按手是有感受的, 我现在请你们两个走过来, 你走过来, 还有后面的这个, 还有你走过来, 你按手在我身上, 你先祷告, 先祷告, 然后, 你走过来, 你离开我, 先祷告, 要你走过来, 按手在我身上, 看你走过来, 明白我意思吗, 你这样的祷告, 按我身上, 是的, 每一个都是这样, 然后, 你走过来, 按手在我身上, 你留意, 当你走过来, 按手的时候, 首先, 你闭上眼睛, 爱慕神, 如果你们投入的话, 会马上觉得有不同的, 有没有感受, 就好像很平安, 很轻飘飘的, 耶稣爱我, 耶稣看着我, 耶稣真美好, 我喜欢耶稣, 我喜欢耶稣, 我需要耶稣, 哈利路亚, 欢迎耶稣, 然后你走过来, 慢慢走过来, 然后按手, 留意, 走过来的感受, 然后按手的感受, 一个一个人走, 你留意, 按手就要有感受, 实际上, 你也可以叫走, 你慢慢走过来, 感受, 走过来的时候, 有没有感受, 然后你按手的时候, 有没有感受, 哦, 实际上, 你也可以走过来, 按手就要有感受, 你们可以过来, 按手在我身上, 你继续按手, 你留意这个感受, 在不同的地方, 好, 我问你们, 你们, 按手, 有没有感受, 有没有觉得你按手就想定, 不同人会感受到,没有感受到,如果你敏感的时候,你会感受到,没有问题的,慢慢来,慢慢来,你是不是需要? 什么样的感觉? 我也不知道形容是在这一块,就好像被拉的那个感觉,被拉? 是舒服还是舒服的? 是正面的感觉,这个就是比较特别的,可能你就是感受圣灵的能力,其实你有没有感受,站在我的周围好像, 刚才你说的,好像有种力量,这个就是在圣灵充满人身上,都会有神的存在,当你按手的时候,更按另外一个是不同的,其他不同的,我就去想你们多教练,多为人祷告,然后你留意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